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言组合 悬挂烧音机有趣 二是范门童 开启盲选PK第五站 三是玉兔轰炸机乐队 虽白犹荣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期的精彩片段吧 本期第六位登场学员是一位叫杨纯的音乐女博主 她带来的盲选曲目是一首原创歌曲《浪花》 在整个演唱的过程中 杨纯都充满了一种迷之自信 歌中的小旋律配上她干净俏皮的小音色 可以看出她在创作和演唱上都是很有想法和个性的 当最后一个音收完之后还没有导师转身 感觉她已经满眼绝望了 可就这时候 白马王子李荣浩再次卡点转身 她是故意玩心跳的吗 其实这一款本身就是她的菜哦 杨纯获得李荣浩导师转身之后 她选择了战队中的另外一位女学员杨灿进行卡位PK战 杨灿这一次选的是一首中英文混编的歌曲 Enjoy your life 这首歌本身还不错 不知道为何她居然未占仙妾 发挥的不尽人意 杨纯连咬字都不怎么清楚了 反观杨纯发挥就特别的稳 内心的自信让她的小嗓音 如蝶穿花丛一样自如 各种小调皮加小清新 也在吉他和弦中跳跃 杨纯营就引在了强烈的个人音乐色彩 加上还有自信心和创作能力的加持 李荣浩留下她应该是毫无悬念的选择 她或许在今后的外战中 能成为一匹小小的黑马哦 三 梁静如救下李荣浩舍弃的杨灿之后 又在PK中舍弃了原先的学员张灵 梁静如拍灯挽救了杨灿 杨灿随后选择了梁静如战队中的张灵 进行卡位PK战 这场PK很有气味 张灵选了一首业语歌《等》 她唱得真不错 声音很干净 富二也很足 美中不足的是 这首歌不是很经典 旋律不够烧脑的粤语歌曲 是很难催生出唇齿生香的粤语韵味的 反观杨灿 死里逃生之后 突然彻底打开了任督二脉 一首RMB曲风的《浪费时间》唱得很带感 好几处的转音都秀出了火花 这太能带动导师和观众的情绪了 本季若论唱粤语歌 还是蔡子一比较有范 梁静如选择最后留下很快唱RMB的杨灿 估计也是为下一阶段的外战着想的 四 四川方言组合 悬挂录音机 让好声音舞台变得很有趣 本期第七组登台的学员 是来自四川的组合 悬挂收音机 大量带来一首原创《叫》 这首歌曲用四川方言 讲述女儿出嫁 做花叫时老爹的各种思绪 女儿出嫁铺盖十二床 这种方言之中 柔尽的四川风情 足以让每一个四川人听后泪崩 悬挂收音机组合 能写出并唱出 如此香气浓郁的四川特色音 这俩小子极有可能在四川走红 能得到廖院长转身 这俩小伙估计明天就会成为全四川的红人 不幸等着瞧 他俩才真的是本集好声音最大的趣味所在 五 范本彤迎来了个人盲选PK第五战 由于廖战队早已满园 悬挂收音机选择了战队中的范本彤进行卡位PK战 这也是范本彤本集好声音盲选中的第五战PK战了 悬挂收音机继续带来另外一首四川方言歌曲苏老师 这首歌同样是四川方言加四川风情二重奏 依然巴适得很 范本彤带来的外文歌Lay Me Down 也是像开了挂一样 适配度太高了 听着很有高级感 范本彤的歌声总是那么悦耳 廖院长最后还是选择留下了范本彤 悬挂收音机虽然汉别本集好声音 但是他们很可能会成为全四川的红人 六 廖院长拍下的新乐队玉兔轰炸机 被王泽鹏PK出局 本期第八组登台现场的学员是玉兔轰炸机乐队 他们带来的歌曲是上云霄 这组的演唱也很有特色 用明月乐器伴奏并穿插戏曲腔 都是为了唱出国风机乐的情怀 女主唱的音乐很宽 声线干净有穿透力 这大概就是玉兔轰炸机乐队名称的由来吧 这个乐队最大的问题出在 既想要明月的味儿 又想唱出朝乐的范儿 于是两种曲风互相打架就在所难免了 廖院长还是很识货的 他为玉兔轰炸机乐队转身了 该乐队选择了战队中的王泽鹏进行坎位PK战 玉兔轰炸机乐队带来的PK曲目是红尘白刃 依然唱的是个性十足 女主唱的那撒劲真的很酷 红尘白刃果然是自带侠女柔情 王泽鹏带来的Beautiful Tonight唱得更好 从咬字到音准 从律动和技巧都和这首歌的适配度很高 这是一次接近完美的演唱 廖院长留下了王泽鹏在我意料之中 而玉兔轰炸机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个组合如果招准取风 以后还能出圈 本季好声音第一阶段六七盲悬已落幕 四大导师战24强血缘现已集结完毕 接下来本季好声音将进入第二阶段 导师战队循环对战环节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更精彩的战队循环赛吧